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身为孩子成长中第一任老师的父母亲 该如何培养孩子的脑部发展呢 本期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了 见到潜能教育学院院长黄英院长 跟我们聊聊这个议题 欢迎黄院长来到节目的现场 谢谢主持人Alice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首先先跟我们聊聊看 您觉得这个现在父母在教育上有什么样的误区呢 现在的家长他们觉得小朋友学的东西 越多越好 但实际上呢 他们有没有想过 小朋友花了很多时间 花了很多精力去学 他们真正有没有学到 真正有没有真正的记忆到 这是一个问题 就像我们很多妈妈 他们每天从早上到晚上 我只周末的时候 送小朋友去不同的after school 有游泳啦 有网球训练 有写作 有各种语言的训练 那这些孩子呢 他们的专注力不够 如果记忆力不够的话 他们去学的这个时间 我可以说大部分时间是浪费掉了 那这个浪费掉了时间 家长们也浪费了时间 而且呢 在某种意义上说 钱也浪费掉了 所以说我觉得 学习的东西不在于多 而在于说你真正学会 所以说这是我们家长的 一个最大的误区 我认为呢 在你学习所有东西之前 最主要的一个学习 就是先把大脑的能力提升 你的专注力提升 你的记忆力提升 那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是的 那可不可以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分享一下 怎么样培养孩子的这个大脑记忆啊 学习能力的一些具体游戏或是方法 其实呢 有很多游戏都可以提升小朋友的那个 记忆能力和专注力 比如说我们有 就拿扑克来讲好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扑克 拿几张放在桌子上 给小朋友一点时间 让他特意去记忆 这是数字是几 是什么花色 然后呢 把拿一张大的纸给它盖起来 然后让小朋友回忆说 这是有几张扑克牌 然后分别是几 然后是什么图案 那这也是一种训练的方式 那或者是呢 做一些身体的一些协调训练 比如说手指操 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可以这么做 把我们的手指头做成一个像握球一样的一个方式 握球 对 然后呢 每个手指头转动 然后 要往外 然后您试一下您的无名指 这个手指头通常是 这个好难动哦 这个通常是非常难的 没错 会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不是你有问题 而是说因为我们大脑没有经过特别的训练 那你的那个神经就比较难控制到你的这个手指功能 因为我们的学员当中有很多弹钢琴的 那他们的妈妈们都觉得 哦 弹钢琴的孩子手指一定很灵活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他们来做的第一个测试 基本上 从中指开始到无名指到小拇指 他们的灵活性都很差 为什么 对 为什么大拇指还觉得还蛮好做的 因为大拇指使用率比较高 后面越来越难 越来越少 尤其后面这个三个手指头 它是一条总神经控制的 你一条总神经控制的 你要再把它分辨出来的话 就比较难 所以说呢 妈妈们不要认为说弹钢琴 她的手指的灵活度一定高 因为她的大脑训练可以帮助她的那个手指控制力更好 而且呢 可以帮助她们弹钢琴 或者是小提琴 甚至于其他的乐曲啊 还有就是跳舞啊 芭蕾舞啊 这些呢都会有很高的一个提升 所以说大脑的运动呢 不光是可以帮助孩子的学业提高 而且呢运动项目和音乐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如果这个我们平常在家里这样训练 它可以帮助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这个主要能帮助我们的一个专注力 您试想一下 如果小朋友要做到这个运动的时候 他必须要全身贯注 他的脑子如果去想其他的问题或动张希望 他就很难控制到 所以说这一个小小的动作呢 可以训练到他的一个专注力 而且呢经英国的科学家研究认为 这些手指头的运动 包括如果我们做一些简单的一个眼球的运动的话 都会提升我们的记忆功能 它的记忆功能会自动打开一条回路 那这条回路呢就帮助我们提高了我们的记忆能力 那您建议就是说 我们之前也有邀请到您 您讲是最好的时期其实是抬脚对不对 然后三岁一直到十三岁 其实都是训练这个大脑的非常好的一个黄金时期 但是我已经过了这个时期 你觉得训练还是有帮助对不对 不光是儿童需要训练 teenager需要训练 青年成年人需要训练 甚至于中老年人更需要 所以说每个年龄层的人都需要做一些大脑的运动 这样子呢不但是帮助我们的一个大脑的功能的提升 对于成年人来讲 更重要的是保持我们大脑的能力 减缓它衰退的速度 甚至于老年人可以防止他们的老年痴呆症 我们刚刚提到可能是比较小一点的孩子 可是你可能是初中高中可能面对比较多学业的压力 那针对这个teenager时期的这个青少年时期的孩子 有没有特别的一个建议的方法 因为他们可能必须有时候要熬夜啊 写一些paper 其实呢这些孩子呢 这种年龄的孩子的我们的建议是说 也是尽量能保持这个睡眠时间 因为你今天你的睡眠时间不够 势必要影响到第二天的学习 那你第二天的学习又再影响到你的那个睡觉的时间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样子循环下去的话 对他以后的学习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他的大脑能力的集中度不够高 他的记忆力会不好 那这样子的话 他的学习负担这么重的话 怎么能让他们能承受这样的压力呢 所以说建议一定要好好的休息 哪怕是说功课没有做完 早点休息 第二天起早一点来做 这样子对他的效率也会提高 其实这个人的大脑有很多的潜能 可是没有被开发 今天这个黄院长也带来一些影片 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的 那其实人的大脑是非常神奇的 而且呢我们对大脑的研究呢 可以说也只是冰山一角 那现在我们带来的影片当中 就是有一个是德国的一个 年轻的计算天才 他数学运算三位数 四位数的这个乘法 他在看到这个计算题目的时候 他马上就可以说出一个答案来 甚至于他的计算速度 比我们的计算机还要快 他几岁 他29岁 那科学家们就对这个奇才 进行了一个大脑的断层扫描 看他计算的时候是 什么部位跟我们常人是相同的 还是不同的 结果研究发现 通常我们人类的计算能力 是在左脑 那他反而用到的是 右脑的长期记忆区 就是大脑的右边的大脑区域 所以说他的使用的方法 跟我们正常人的使用方法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右脑的功能 他的space 就是他的存储空间非常大 他的运算的一个空间也就非常大 所以说右脑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的训练当中呢 其实有很专注的一个就是右脑的一个训练方式 我看了影片其实非常让我surprise 就是他们甚至是蒙着一个黑布 你因为防止他们可能盖的不全 下面还遮一张白纸 对 可是他可以感受到颜色 对 这个是比较最初阶的一个训练 那我们是要让孩子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专注力 因为专注力也分不同的等级 那通常如果说孩子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时候呢 他们可以达到的水平就比较低 专注力的水平比较低 当他的专注力被我们的特殊训练的方式提升好了以后 他们可以蒙着眼睛去感应他周围的色卡的颜色 那这个需要非常专注才能达到的 那而且呢很多家长非常惊讶说 他怎么不用看就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呢 那其实呢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 对 那为什么孩子能做到我们成年人做不到 就是因为我们成年人呢 丧失了这个最佳训练的黄金期 这些功能就是永远的消失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间断 持续性的一个训练 对 就好比说我们要学钢琴 或者是要学一个体育运动 你不能说三天打鱼两天赛网 学个一个礼拜十天就结束了 这样子你是学不到任何的东西 大脑的运动 尤其是更加要持续 如果你因为我们这个是教学生一个大脑思维和学习的一个方法 我们要求说孩子让他养成这个大脑使用的习惯 一旦他养成这个习惯了以后呢 他去思考问题 他去学习任何一个知识 他会用这个方法去 当他使用了这个正确的方法的时候 他的大脑能力就比一般的孩子会高很多 而且学习的速度和效率就提高很多 所以说有很多我们发现 很聪明的孩子 学习好的孩子 他们学习的时间 投入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他们只是上课的时候 可能专注力非常高 老师讲的内容 他们完全吸收了 还是照样玩 甚至于玩得更狠 更凶 玩得更多 但是他们的学习 反而比一般的孩子要好 这个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的效率提高 谢谢黄院长来到节目中来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听了黄院长的介绍 观众朋友 您是不是很有收获呢 我想配合孩子发展的阶段 在日常生活处处营造学习的环境 祝福您家的宝宝 都很聪明健康的成长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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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